謝謝你啦,你PO文了齁,但是我告訴你,你不PO還好,你PO了,你知道我早就準備好證據要,準備好數字要打你臉了嗎? 來,我們來看蔡英文的PO文,剛剛PO齁,謝謝凱翔給我們這個資訊,我們來看蔡英文PO什麼? 你看完這篇文章齁,你會覺得它好像是一個,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然後只是一個政令宣導,我跟各位說,這篇文章裡面, 沒有一個字,你看得到所謂感情,跟感同身受在裡面,一個字都沒有,我帶你一個一個字來看。 最近治安事件頻傳,包括台中桃園超商店員遭攻擊事件,台中兩起球棒打人事件,以及今天新北相集案,你有看到任何的感情嗎?沒有,來,看下一段。 這幾起治安事件雖然各有原因,但民眾的憂慮與不安,政府也已經持續加強作為與檢討,下述三項更是我們關鍵的重點。 像不像一個政令宣導? 這是一個總統面對台灣不斷發生悲劇,該有的態度嗎?來,一,組織幫派要查,二,夜間工作的超商大業班員工,政府會跟業者進一步討論,運用科技及相關軟體,讓這些人有更完善的保護。 來,第三點,特別重要,因為我要打臉蔡英文的,就是第三點,聽清楚,來,第三,對於嚴重精神疾病患者的身心狀況,政府會持續增加量能,政府會持續增加量能,透過定期提供患者家庭關懷協助。 注意,他有提到關懷訪視員,請記住蔡英文講到的這五個字,跟這個身份,叫做關懷訪視員,請記住,牢牢記住。好,記住了,繼續往下看。 協助患者穩定就醫與服藥,穩定他的情緒,同時,政府也會強化追蹤及預警機制,預防不當暴力事件發生。 我今天已經要求行政院要持續提升相關措施,明天行政院會會舉行治安會報,可能很久沒舉行了,進一步向全體國人說明後續政策作為。 你看到沒有,蔡英文她連講三色鬥都比討論人沒命還要有感情。 你看這是一篇什麼東西?它是一篇廢文,是一篇不帶一絲感情,就是有人死了。 政府會加強作為,哪些作為?來,第一個,我們這個殲滅組織犯罪。第二,超商人員,我們會跟超商討論要怎麼幫你們。 第三個,我們會增加這個關懷訪視員的人數。明天會跟行政院會開完了,再跟你講。 這是蔡英文,她自己都提到台中的、新北的、球棒的、被開箱打死的、超商的。 她自己都提到,她自己都知道,在這麼短的時間發生這麼多的重大刑案。 但是talking的文字,卻是這種冰冷、遙遠,而且基本上全是廢話。 我想請問,第一個,對於組織性的幫派與暴力,政府要加強取締。 所以是因為有人死了,才要加強取締。這不是你該做的事嗎? 對於大業超商員工、政府跟業者討論,用科技跟相關軟疫庭措施,提升保護機制。 這什麼意思?就是什麼都沒講。什麼叫做科技跟相關軟疫庭保護措施? 什麼啦?超商店員配槍是吧?什麼叫做科技跟相關軟疫庭保護措施? 什麼東西?什麼科技?什麼軟?什麼硬?什麼體?什麼錯?什麼施? 完全沒有提,她什麼都沒有講。尤其第三點,來,我剛剛叫你記住拿五個字。 關懷訪視員,來,我給大家看看這個數字。 我今天本來想講,但是我覺得數字有點冷,還是算了。 謝謝你啊,蔡總統,你幫我提了,那我就講給大家看,來。 來,看,講完看。 今天的新聞說,衛福部2017到2020年心理衛生報告, 台灣精神疾病嚴重病人數量是7809人。 好,來,我們看下面。強制住院這個部分,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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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上面。 強制住院審查案件,結果2020年比2017年還要更低,看到沒有? 2017有800多件,2020剩下604件。 好,然後強制社區治療,去年只有52件。 你覺得我們治安越來越好了是嗎? 好,來,往下這重點。 來,看到沒有? 官訪員,什麼是官訪員? 就是蔡英文提到的關懷訪視員。 我們先往上看,台灣2020年全年需要定期訪視的精神病患個案是 十二萬五千三百一十九人。 十二萬五千三百一十九人。 其中一級跟二級比較嚴重的,有三萬五千七百四十個人。 蔡總統,你提到的官訪員只有188啦。 所以一個人要負責多少人? 一個人要負責一百九十個人啦。 他如果兩天探望一個人,一百九十個人,一年還輪不到一輪啦。 一年還跑不完一輪啦,你看到沒有? 兩天探望一次是要三百八十天啦。 蔡總統,你敢跟我講,關懷訪視員喔? 關懷訪視員在這裡啦。 台灣只有188個人,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增加啦。 你再看看其他國家啦,來啦。 在美國是一比十五啦,一個對十五個啦。 在荷蘭是一比二十九啦。 我們台灣呢,來,一比一百九啦。 你還真敢跟我講耶,你都沒有看新聞喔。 來來來,這裡,這裡,看到沒有? 持續增加量能,有沒有? 增加量能,透過吉利咕嚕,吉利咕嚕, 關懷訪視員,關懷訪視員, 關懷訪視員,關懷訪視員。 對,我們有啊,一百八十幾個啊。 一八八。 全台灣需要被關懷的人喔,按照這個數字看起來, 至少,我說的至少是十二萬人。 我們只有一百八十八個。 好,一個關懷訪視員,要負擔一百九十個精神病患。 而且是有案的喔,就是有被裂案的喔, 還不包含那些沒有被裂案的喔。 他自己知道,自願去關心的那種,不包含喔。 一個人要負責一百九十個。 我保守估計啦,平均一個人至少兩百個啦。 好,就是我今天探望一個,明天做我的工作, 後天探望一個,我探望一輪。 我負責兩百個人,一輪探望四百天。 所以有人一整年看不到一次啊。 你敢跟我在臉書上面提官訪員? 你敢跟我說我們持續增加量的啊,關懷訪視員也增加了, 你看你看,你看。 增加多少? 不然你現在告訴我,你現在有多少? 陳時中,衛福部長,去年的統計數字188,現在咧? 今年發生多少事情? 增加了沒?增加了多少? 你敢拿數字出來嗎? 真的欸,我都說了,你不要講話都還沒事, 你講話就是等著被我洗臉啊。 數字在這裡,蔣萬安提供的。 今天如果你有看新聞,我保證你的小編, 不敢把關懷訪視員五個字寫在你的臉書裡面, 你根本沒看新聞,這是講話很穩的。 賴老師。 民生預算如果一直維持這麼低的話, 那我們的社會的悲劇就會一直升高, 因為我們的整個錢大部分都用在買武器, 買裝備,那麼都用掉了。 浪費的錢實在是太多了, 但是在民生這個部分裡面捨不得花錢, 所以才會發生你所說的, 一個人要服務188個人, 他做不到。 190個人。 190個人,他做不到。 因為你看美國, 他們就是一個人15個人, 其實已經很累了。 你要負擔到100多人, 他永遠做不到。 所以這些人永遠沒有國家政府在照顧他們。 不過我看到蔡英文的這篇文章, 坦白說我是很難過了。 為什麼呢? 因為您公佈出來是6分鐘, 有2577個人按讚。 可是我覺得這篇文章裡面, 對於桃園所發生的這個悲劇, 沒有具體的說明。 完全沒有啊。 但是呢, 他卻在第一段最重要的政治性的操作, 卻是痕跡如此的明顯。 他把台中提兩次。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不幸的事件。 可是他把台中提兩次。 然後呢, 再強調台中有兩起棒球打人事件。 然後再把新北, 再把他拉進來。 那因為台中跟新北, 他是國民黨執政。 所以他就故意把他們拉進來。 但是他對於高雄的頻發的槍擊事件不說。 他對於屏東的挖掩案都不說。 你就可以知道這樣的一個總統, 在桃園鄭文燦民進黨執政的, 發生了這樣的一個悲劇。 但是呢, 他馬上把國民黨的執政的縣市, 把他拉進來。 牽扯進來。 我覺得心太壞。 因為我們大家要問的問題是在於, 為什麼這次的悲劇會發生。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然後為什麼衛福部都不處理。 現在的衛福部是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出去。 說我沒有要你這樣做啊。 我沒有要你這樣做,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那你這樣做, 所以發生的後果你自己付啊。 哇, 我覺得這個是豈有此理。 剛剛寒冰為什麼會氣到受不了。 來, 各位您看一下。 這個是衛福部啊, 在2020年就是去年。 12月2號發布的一個公文。 他說民眾在八大類的場域活動, 應該要配照、口罩。 勸導不聽者要開罰。 這是他公佈的。 發布日期是2020年12月2號。 然後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啊, 指揮中心要求啊, 民眾如果沒有規定配債、口罩。 經場所人員勸導不聽者, 將由地方政府遺傳的要開罰。 所以他有要求場所人員要勸導。 好, 第二個呢, 他在最後一段的時候他又說啊, 他說啊, 他說如果民眾啊, 發現有人未依規定配戴口罩, 應該要告訴場所人員來處理。 由場所人員先去勸導。 勸導不聽者, 場所人員可以收集相關的事件跟資料, 向地方政府進行檢舉。 所以等於是, 要求場所人員要主動的去處理這件事。 第二個, 還要被動的去處理這件事。 也就是, 如果有民眾發現有人口罩拿下來了, 他去向場所人員反映。 場所人員要去處理。 而這個場所裡面, 包括什麼呢? 就包括超商。 好, 所以民眾如果看啊, 比如, 假設賴老師沒戴口罩, 民眾說, 賴月先生沒戴口罩, 跑去跟超商店員講, 有人沒戴口罩, 店員在規定裡面是要去處理的。 我要去處理的。 所以這個是衛福部的規定, 12月02號公佈的。 今天陳時中自己發布的規定。 他自己可以說, 我沒有要你這樣做啊。 其實你可以不要去啊。 你沒有一定要勸啊。 對啊, 但是他規定的範圍是廣。 幾乎八大類嘛。 幾乎只要有屋頂下的地方, 全部都涵蓋在內了。 不管是教育機構啦, 醫療診所啦, 或者是大賣場啦, 超商啦, 餐廳啦, 什麼東西包括公共交通運輸系統, 全部都含在內了。 全部都含在內了。 有要求場所人員, 也就是你如果坐高鐵, 那個高鐵上的服務人員, 還有這個他的列車長, 他要去糾正你的。 要去說你要戴口罩。 老師那按照陳時中的標準, 你說高鐵上沒戴口罩。 那個陳務員, 鐵路警察, 都不要, 總統沒看到, 都不要理他。 不要勸, 你沒有一定要勸, 說得好, 老師這個說得好。 因為我覺得, 他要求他的公文, 明明白白發到所有的地方, 發到各縣市政府。 所以我也看了, 台南市政府, 也有根據這個中央指揮中心, 他有另外在公布, 也是完全按照他的精神跟原則, 有公布更具體的規定。 全部都有要求, 場所人員要去勸導, 要介入。 都有要求, 場所人員要去介入。 那你今天跟我說, 我沒有要求他一定要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是, 老師這個資料查得好。 我沒有辦法, 接受一個政府首長, 他推卸責任到這個程度。 然後他要求我們這樣做, 然後今天這樣做了, 產生了後果了, 他說後果你自己承受。 我沒有叫你一定要勸啊。 但他有啊。 他說我沒有啊。 他有啊, 他白紙黑字寫的有啊。 他白紙黑字寫的有, 他還可以睜眼說下話, 說他沒有。 然後呢, 這個執行單位做了以後, 發生了悲劇。 然後他就把責任, 推得一乾二淨。 觀眾朋友, 你還能忍受嗎? 你能忍受嗎? 而我們的蔡英文, 不是我們的, 他們民進黨的蔡英文, 對於他自己的部長, 不說一句話。 不說一句話, 也不糾正。 也不說你應該要認錯, 你應該要負責任。 然後他什麼都不說, 不說以後還有, 六分鐘內, 有2577人按讚。 下面留言大概一半一半, 一半在洗他臉, 一半類似某格格那種, 還去下面捧著蔡英文, 不知道捧什麼意思。 我就沒有辦法理解, 我們台灣民眾, 台灣按讚的民眾們, 你要有是非觀念啊。 你如果沒有是非觀念, 你如果沒有黑白的觀念, 你這個台灣, 該怎麼走下去? 你不是愛台灣嗎? 你愛台灣, 你就應該要有立場, 要有是非觀。 如果你完全沒有是非觀, 你完全不在乎, 你只在乎政治立場對不對? 我覺得, 這個台灣, 是毀在你手上。 老師, 這個資料找得非常好。 果然, 原來, 不但是超商員工, 你看到要主動去規勸, 連別的民眾看到, 跟你檢舉, 在我們指揮中心的明文規定裡面, 都認為超商的員工, 應該要收到檢舉之後, 立刻去處理。 好, 這個有民眾看到, 可能不好意思嘛, 對不對? 不敢講, 怕有事嘛, 怕這個被揍。 所以他就跟超商員工講, 那員工在指揮中心的規定裡面, 是還要接受, 其他民眾的檢舉, 而去規勸那一個, 被檢舉沒戴口罩的人的。 結果, 今天陳時動告訴我們說, 你沒有一定要啊, 你沒有一定要去啊, 這個我剛剛看到這個平面媒體發文, 你看我們抓的點, 清清楚楚, 關懷員, 關懷仿視員, 台灣188個,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變多啦, 可能有啦, 好,可能有啦, 但是, 夠嗎? 美國1比15, 我們1比19, 怎樣關懷怎樣仿視, 我看到這個平面發文, 只強調說, 蔡英文冒號, 給大業工作者更完善的保護, 那這種媒體可以去死一死啊, 真的啦, 這種媒體真的沒有存在的價值啊, 這麼多屁話廢話, 你弄了一個很正面的說, 蔡英文要給大業工作者更完善的, 保護, 機制, 我們這些媒體, 來, 我們直接進到有陳時動的那一張, 我們那個, 三個, 這個就不要了, 我們就要下一張, 好, 這個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詳了啦, 屏東蛙眼啦, 斷溜跟肋骨, 還有現在最新的, 來, 我先給大家聽, 剛剛賓哥有講說, 聽到這個, 父親的說法, 我聽了也非常非常的難過, 所以我特別, 準備了這個爸爸, 他今天接受媒體訪問一些相關的說法, 然後你再去對比一下, 剛剛蔡英文發的那篇臉書, 我們在這裡流血流淚, 悲痛欲絕, 他在那邊, 雲淡風輕, 事不關起, 來,我們來聽一下, 這個很麻煩, 有小朋友, 所以我輕輕一個公主就好了, 一個小孩, 娶到30歲, 就這樣給他們, 很不敢, 就是很難過啊, 他什麼就, 就說不知道是不是, 讓檢察官去辦啦, 社會還給我們一個公道就好了, 對不對, 那一個小孩, 就養到30歲, 就是被人殺掉了, 他是服務他在工作, 對不對, 也不是說去那邊玩, 或者什麼, 這個, 應該是個很乖的年輕人啦, 在超商工作, 做大業班, 清水可能比較高, 也許是家中蠻重要的經濟來源, 經濟支柱, 現在沒有了, 沒有了, 那沒有了, 總該有人, 不論是對他負責, 或是對未來, 這些, 在超商上班, 也不見得超商有各位, 剛剛老師提到, 百貨公司呢, 高鐵呢, 餐廳呢, 加油站呢, 麥當勞呢, 肯德基呢, 超市呢, 大賣場呢, 我要不要勸, 還是如陳時中所說的, 我們都不用勸, 不管是一般民眾, 還是在這個公共場合領域工作的朋友, 都不要勸, 都不要了, 你覺得, 我們的官員, 提出的建議, 辦法, 說詞, 包含剛剛蔡總統的臉書, 能夠安慰, 這位死者的, 在天之靈嗎? 聽完了, 爸爸的說法, 看完了, 蔡英文的臉書, 我再帶你來聽聽看, 在這起案件上面, 最該負責, 或說拿出辦法的, 兩個部會首長, 他們的說法, 一個叫做, 衛福部, 一個叫做, 內政部, 來, 好, 這都是屬於, 一般民眾他沒有這樣的一個, 一定要這樣做, 好, 所以他是一個提醒, 好, 那主要還是, 警察要來執行, 相關的一個業務, 好, 其實就跟大家有時候, 勸導排隊啦, 等等這些情況, 都是一樣, 都有這樣一個提醒, 但並不是他的一個, 責任, 一定要讓他帶起來, 那如果他覺得這樣, 提醒了, 他覺得有問題, 那應該是要, 可以做相關的通報, 提醒民眾就, 只要見到, 有提醒就好了, 好, 那責任, 他還是在一個警察單位, 那或者可以即時的去報警, 就像這樣, 你就在路邊打架, 勸架啦, 或是, 排隊啦, 這事情, 那都要量力, 這而為, 都要量力, 這而為, 那我們, 配警署長, 從我們, 援警的勤務裡面, 加強, 對於相關的, 這些超商, 便利商店等等, 加長巡邏, 尤其加強他們的見景率, 但是基本上, 我們, 以不增加, 我們遠景的, 扶勤時間, 不增加他們負擔的原則, 對於, 有關戴口罩的, 我們也要做相關的一些改變, 好, 我們也要拜託, 超商, 在他的門口, 貼, 醒目的告示, 說, 進入超商購物, 請戴口罩, 另外我們的超商, 我們要進去的時候, 自動門一打開, 他都會東東, 門一打開, 歡迎光臨的時候, 再加一句話, 歡迎光臨, 防疫, 防止疫情擴散, 請戴口罩, 加這麼一句, 那這一句, 都是用機器, 自動廣播的, 應該就可以提醒, 我們的民眾, 你看到, 這兩個部長都智障了沒有, 我跟各位說, 你不要笑, 陳時中是要選台北市長的人, 他想選, 徐國勇想破頭, 當蘇貞昌被人家衝刁, 他想當行政院長啊, 所以不要覺得他只是, 衛福部長, 跟內政部長, 這是民進黨, 台北市長候選人, 這是民進黨的行政院長候選人, 你看兩個講什麼智障話, 我現在才發現, 原來我搞錯了, 陳時中是說, 一般民眾沒有一定要勸導, 欸, 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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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眼幹還是耳殘, 還是腦幹還是怎樣, 今天是一般民眾去勸導發生事情喔, 那你跟我扯一般民眾幹嘛, 你, 你, 你怎麼了, 你是喝酒唱歌, 喝到腦子壞了, 唱到腦子壞了是嗎, 今天是超商店員, 在你的防疫職員裡面, 這些人就是必須去勸導, 那你跟我說, 超商店員出事了, 我跟你說, 一般民眾不用去勸, 我除了送你宗旨, 我還能說什麼, 我除了送你小手頭斷掉的宗旨, 我還能怎麼辦, 我還能怎麼辦, 超商店員出事, 你跟我說一般民眾, 如果你看到不用, 你在講什麼啦, 喔, 所以, 來, 超商店員們, 辛苦了, 按照陳時中的說法, 一般民眾沒有一定要勸導, 所以超商上班的, 勝利衰, 繼續勸導, 出事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的, 噢, 怎麼講到邏輯了, 啊, 噢噢噢噢噢, 我終於搞懂了, 陳時中說, 一般民眾, 不要給薄, 路上看到沒有的, 不用勸導, 去跟超商店員講, 超商店員自己看到了, 也要處理, 好, 所以超商店員, 勝利衰, 在陳時中的說法裡面, 你還是要去勸導, 因為你不是一般民眾, 你是超商店員, 你是賣場的工作人員, 你是百貨公司的貴姐, 你是這個, 呃, 電影院收票的, 售票人員, 勝利衰, 你是加油站的打工仔, 算你倒楣, 因為陳時中說, 一般民眾不用, 我路人不用, 那你要, 你們還是要, 那我們還是要, 那我要怎麼辦呢, 放心, 我們的, 內政部長保護你們, 他厲害了, 門口, 在醒目的地方張貼, 防疫期間, 戴口罩是人民陰境的義務, 這像什麼你知道嗎, 像那個共產黨有沒有, 中國大陸有沒有, 寫在那個, 在那個, 鑽牆上面, 紅色的漆血有沒有, 什麼復興祖國, 什麼統一中華, 乃民族之大業, 乃中華人民共和國, 之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遠大目標, 偉大中國勢必再起, 有沒有, 差不多這個概念, 他就寫這個, 防疫期間戴口罩是人民陰境的義務, 這個宣傳貼紙呢, 貼在門口, 進去, 人就會看到了, 剛剛他還說什麼, 那個超商門打開會叮咚, 好, 後面加一句, 防疫期間請戴口罩, 照你這個說法, 我們啥事都不用做了啦, 你也不用叫我們去打疫苗了啦, 也不用叫我們戴口罩了, 也不用叫我們保持安全距離了, 吃飯不用隔半, 我們這樣口罩都拿掉了, 這是內政部長, 然後剛剛更可笑, 兵哥都笑了, 他說, 我們會提高遠景的巡邏頻率, 加強見景率, 但是不能增加他們的勤務, 跟他們工作的時間, 你在講什麼, 多去超商, 就一定少去別的地方嘛, 對啊, 對, 別的地方的治安不是就, 就又出來了, 對對對, 你都在講什麼, 你看這兩個人, 一個戴口罩, 衛福布要管, 弄死人, 這個, 內政部要管, 這個, 我跟你講, 這只有一種可能啦, 因為警政署長是送機利益, 會分身是不是, 所以招都分身了嘛, 不然的話, 你要怎麼不增加請戶, 怎麼不增加時間, 我想不通啊, 來漢婷, 還是為電源, 所有的電源報區, 就是當電源們, 要幫忙行使公權力, 但是他們有沒有想受到, 公權力給予的任何福祉, 或者是好處, 沒有啊, 就指揮中心, 一聲命令, 所有的電源, 都必須要去遵守這些事情, 所有的店家, 都要要求每一個人, 要出示這個實聯制, 都必須要量測體溫, 那請問, 他們有沒有想受到哪一些政府, 給他們的福祉, 沒有, 為什麼要逼人民, 變成走在執法的最前線, 為什麼要逼人民, 成為面對惡事, 面對惡霸, 或者是面臨違法者的, 成為被攻擊的第一線, 理論上這不是, 人民應該要承受的, 如果指揮中心, 要求人民承受, 那麼指揮中心, 又為人民, 做了哪一些事情, 結果陳時東, 雙手一攤, 其實也沒有一定要這麼做啊, 唬爛, 因為指揮中心的規定, 就是要求大家, 必須要這麼做啊, 所以, 陳時東, 難道你都不用覺得自己, 應該要負一點的責任嗎, 你的良心都不會痛嗎, 難道你沒有自覺說, 確實因為我們的這個規定, 導致了兩名的超商員工, 都發生了類似的案件, 你沒有自覺是你造成的嗎, 你沒有自覺, 就因為你的規定, 才引起了這個案件嗎, 那當然你要說, 那個人也不是你殺的, 對吧, 這個事情也不是你能預料, 對, 那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民進黨的大多數政治人物, 都可以覺得任何事情發生, 那跟我無關一樣, 難道你不用負起任何一點的責任嗎, 你不用道歉嗎, 你不用哀嘆嗎, 你不用感同身受, 你不用對家屬抱有同理心, 覺得我們應該要負責嗎, 萬方有罪, 罪在政公, 為什麼, 因為那都是正的子民嘛, 任何人受傷呢, 就跟我受傷一樣, 這叫民包物語, 愛民如商, 但今天民進黨幹嘛呢, 萬方有難, 關我屁事, 那關你屁事的話, 你就不要當官了, 你就躲在家裡睡覺就好了, 任何事情都不關你的事啊, 所以今天大家最看不起的, 就是民進黨面對這些事情的態度, 你有沒有把人民當成是自己的人民, 還是你只是把人民當成你的選票, 選票拿到手了之後, 發生了事情之後, 就再也不關你的事了, 你把人民的苦難, 沒有當成苦難, 你當成是當成你攻擊你的政治的問題, 所以你才會視而不見, 所以你才會不想談論, 所以你才會不想負責, 或者你才會幹嘛, 想出一堆智障的方法, 比如什麼呢, 警察要多跑一下, 警察是跑得完嗎, 所有的超商是站得完嗎, 那警察如果多跑了超商, 那請問一下, 那本來該顧的地方, 本來的這些站點, 他是不是就不能顧了, 那是不是要把警察累得半死, 再來, 巡邏要去查誰帶著球棒, 那搞笑, 那球星呢, 那運動員呢, 或我們一般普通的人, 在運動的時候呢, 那或者呢, 如果這個道理成立的話, 最應該查的是什麼, 最應該抓起來的就是蘇貞昌, 因為蘇貞昌被整天拿著那根撞球幹, 晃啊晃啊晃啊晃, 他最有暴力傾向啦, 他們一下令, 把他趕出去, 那個最有暴力傾向, 怎麼不先抓蘇貞昌, 再來, 你還講說, 這個夜間要雙人值班呢, 當然也不先說錢哪裡來, 你以為雙人就不會有危險嗎, 今天的你提的這些方法, 不要說治標不治本, 因為你連標都沒有治啊, 你如果真的拿出一個可以治標的政策, 大家至少還給你一點掌聲好了, 好歹有做, 你連標都沒有治啊, 上述這些方案, 就沒一個可行的, 沒一個能夠解決問題的, 為什麼, 因為今天的這一些狀況, 很明顯的, 有泛逸的, 有泛型的, 他們是精神有問題的人, 講白了就是瘋子, 所以遇到瘋子來臨的時候, 你的這些方法, 沒有任何的效力啊, 兩個人瘋子照樣攻擊啊, 那今天瘋子不再超商攻擊, 他受到了任何的刺激, 他就要去反抗, 他就要去做攻擊, 要去行凶, 他如果不在超商, 他有可能在別的地方, 這才是大家擔心的, 因為便利店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去的地方, 是我們貼近生活之處, 可是不在便利店, 那如果出現在大賣場, 如果出現在其他的, 比如說捷運上, 出現在高鐵上, 出現在麥當勞, 出現在素食店, 出現在任何我們生活的周遭呢, 那任何的地方他受到了刺激, 不一樣會行凶嗎, 所以你到時候要說, 那什麼警察要去麥當勞, 警察要去哪個地方, 警察要到什麼地方, 不是這個樣子搞嘛, 所以關鍵來了, 是民進黨自己提的社會安全網, 這些人根本也不懂, 什麼叫社會安全網, 所以你才無法掌握到, 今天我們對於精神有異常的患者, 我們對於病人, 到底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來手段跟防止和保護, 保護好這些病人, 也是保護好我們生活上所有的人, 比如說我們針對這些精神的患者, 社會的弱勢, 有沒有提前的列管追蹤給予治療,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可能是他又不去醫院啊, 他到了醫院又不吃藥, 又不打針對吧, 或者他去醫院的路上, 可能就開始趴趴走, 就很難受控制, 那麼在現況底下, 精神衛生法就應該要修啊, 那朝野其實在野黨的很多立委, 都提出修法的版本, 精神衛生法要修啊, 要加強社區的連結, 要加強在社區醫療精神體系的照顧, 要加強怎麼樣, 比如說在台北市目前有個方案, 是直接讓醫生可以到患者的家裡, 直接幫他打真實藥, 那這個樣子理論上, 就可以讓他長時間, 比較處於穩定可控的狀態, 就能夠減少這段期間他外出, 那這就是一個好方法, 應該在全台推廣, 好, 那問題來了, 那為什麼沒有全台推廣啊, 為什麼政府沒有辦法提出, 精神衛生法的修法版本呢, 那不就是因為你怠惰嗎, 就如果在之前屏東的事情出來說, 大家已經罵翻天了, 鄧月明將也不是很care, 然後衛福部也不是很care, 就只有蔡英文被換臉的時候, 法務部才說我們要趕快修法, 那為什麼這些事情, 衛福部沒有主動出來說, 我們要趕快修法, 在野黨已經有法案的版本給你了, 你政府如果覺得不滿意的話, 你就主動提, 那你如果覺得說在野黨可以, 那就趕快依照在野黨的就通過啊, 但沒有啊, 都在幹嘛, 就還在扯那些有的沒的, 整天在吵, 哎呀四個不同意啊, 台灣才有力啊, 但請問人民都走了, 人民生活在惶惶不安, 醉醉不安之中, 台灣如何有力, 所以儘管我們不去談, 精神患者的問題, 因為那個確實是從法律上, 然後你要多加強照護員, 有方方面面的從社區到醫療體系, 以及到整個照顧社會局的問題, 確實是需要很大的解決, 但問題我們從這幾個人的發言就可以知道, 他們就是完全不了解啊, 他們覺得有犯人來了幹嘛, 就多加一些警察啊, 有犯人來了幹嘛, 那就多拍一個人啊, 但問題是這樣嗎, 我們就算不談精神患者的問題, 我們只談治安的層次, 台灣的治安在名將執政以來也是越來越差, 我唸幾個數據, 台灣近年重傷害的案件, 重傷害, 2019年20件, 2020年21件, 那今年2021年1到10月就已經28件, 已經遠超過去年兩年的案件, 第二個一般傷害, 一般傷害2017年1萬1, 2018年1萬2, 2019年1萬3, 越來越高, 2020年1萬2千6百件, 也不要說它越來越多, 但總之平均一個月, 就是平均1千件, 那麼2021年1到10月, 目前是1萬5百件, 什麼意思呢, 就還是一樣, 沒有減少, 沒有更多但也沒有減少, 沒有你要知道今年, 因為我們有一大段時間是, 而且今年還是疫情, 大概根本都待在家裡不出門, 想殺人還沒得殺人那種, 大概根本都還待在家裡不出門, 然後還沒減少, 那實質上應該是增加, 所以要扣掉三個月的時間, 實質上應該要算增加, 那再來, 來魯仁勒鼠, 魯仁勒鼠2017年3件, 2018年5件, 2019年6件, 好,2020年比較少, 只有1件, 那2021年1到10月, 就今年呢, 已經9件了, 魯仁勒鼠是什麼概念, 就是大家活不下去啊, 才要去綁架, 才要去綁票啊, 魯仁勒鼠就是, 活生就把人給帶走, 就綁走了啊, 在今年, 是遠超過前幾年的數字, 那表示什麼, 表示大家真的活不下去, 所以才要挺而走險, 所以才要幹這種, 犯法的勾當, 當街把人給逮走, 或者是把人敲暈了, 把人給迷暈了帶走, 多麼危險跟可怕的事情, 而比往年的案例, 還要來得多, 而且加上, 今年還是疫情, 有三個月, 基本上大家根本是, 關在家裡不能夠出門的, 這種情況之下, 都還有如此多的案例, 再來再講一個, 查獲槍枝彈藥的比例, 2019年, 什麼是彈藥, 彈藥都包含子彈, 手榴彈, 土製炸彈, 跟其他的彈類, 在2019年有, 18000顆子彈, 2020年有, 各十百千萬十萬, 20萬顆子彈, 203400顆子彈, 這麼多20萬顆子彈, 然後2019年, 查獲了1400多把槍, 2020年, 查獲了還是1400多把槍, 然後到了今年1到10月份, 也有1095把槍, 奇怪了,台灣的槍是查不完嗎, 你都不覺得很有問題嗎, 理論上, 有能力買槍的, 有通道買槍的, 就是這些人啊, 那你,難道每一年, 都生出個幾十個人, 幾百個人, 有能力去買這些槍嗎, 所以表示, 台灣的這個治安問題, 確實是存在的, 不僅是我們透過, 目前我們觸目精心的這些案例, 而是透過數字, 你就發現,你看, 光在台灣每一年, 我們都有上千把的槍, 流竄在這邊, 然後這些是被發現的, 那沒被發現的呢, 難怪以前在高雄, 有夫妻吵架, 然後一言不合就開槍, 搞得大家都懷疑說, 現在在高雄, 是不是只有我沒有槍, 所以治安的問題, 不僅從, 而且那個夫妻, 還是做麵包的, 對,他們還只是個麵包師, 他們不是什麼幫派角頭份子, 所以, 我覺得目前的大家, 雖然說這樣講有點不太好, 但是呢,大家還是要, 這個自保為上, 因為當政府無能的時候, 就只有透過人民自救, 才有辦法保護好自己,